你說什麼 郭忠祐老師啊 有沒有好玩的事情 過去求學時代有沒有讓你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個老師呢 其實我很多老師我都蠻懷念的啦 像其實我大學時代有個叫陳冰老師 他是教國劇聲槍的 然後因為我唱歌大家都知道我很會走音 然後我每次唱國劇聲槍老師就很生氣 然後還有那時候的那個國劇動作老師 就是我每次跟全班做一樣的動作 然後老師就覺得我好像在 就老師就罵我小同學 你不要把大家的氣打散啦 因為我踢腳就踢得很臭啊 可是我真的不故意 然後我現在真的跟老師說我真的不是故意 那時候老師就覺得我只好在故意鬧大家一樣 對啊 但是其實很好玩 老師後來身體都還很好這樣子 你是想把他們氣到不好的嗎 不不不不 因為老師那時候已經年紀很大 可是他就是精氣神非常好 好 我覺得以後我們大學生了沒 就是第一站是政大 然後看其他學校有沒有人要來報名 然後中間會安排去北一大 北一大很值得來去 Ending就精彩了 我們要到Ken哥加拿大的學校 Yeah 正平他有讀過好不好 好的好的 這我絕對贊成啦 是不是 就是UBC嘛 在溫哥華的學校 以後那邊還有天體營 裡面有天體營 然後裡面那個大家 大家一定會來採訪 因為最近這麼流行 就是全裸然後可以上新聞的話 那我到那邊拍一定很多 如果去的話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沒有我們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 我們直接在天體營那邊 直接錄一集好了 好險那集是露露代班 先不要 先不要 裡面還有很多啊 還有森林啊 什麼的 反正校園非常的廣闊 然後這個 視野非常多趣一些 對 桃子姐那台校園親身回憶 最近很夯的電影 我的上午實在不小心有沒有看過 有啊我有看 蠻好看的啊 那妳有沒有一些 有沒有一些回憶的感覺 高高 一些回憶啊 我覺得 偶像嗎 還是說 小林一定有啊 一定有啊 小林一定有啊 對啊 因為那時候 桃子姐你知不知我來正大開個戀愛講堂 然後我就因為桃子姐那一堂戀愛講堂 我認識了我一個男朋友 然後 然後就是交往了純純的大概快三年 我還等他當兵 可是他去年給我劈腿 你現在講出來是OK的嗎 沒有 沒有 然後就剛好就是那一陣子 就常回正大來療傷啊 所以看了我的少女時代之後 我就覺得 天啊 就是就是 那是徐太宇也會變的是不是 對 我就覺得說 哪裡可以找到這麼好的徐太宇 為什麼沒有遇到 對啊 所以第二集變我的分手時代 可以找我演嗎 分手擂台 對啊 那桃子姐就是這一集 整夯的王大陸演員跟導演 那有一些垃圾可不可以 你怎麼看 我就自己覺得說 其實感恩的方式有千千百百種 那我們平常都選錯種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說 沒有啦 他最了解 因為他常常有殺青酒 你說啊 殺青酒 所以大鬥是怎麼樣的回報感恩 看對方的需求是什麼 沒有啦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大家拍戲 拍到這個戲結束 然後大家可能接下來 不一定多久才會見面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情緒是會比較高張的 所以這種畫面難免會碰到 對啊 那桃子姐呢 你覺得應該是建議 建議 建議 就是他們都發生過了 我也沒什麼好建議 就是 他們 他們就是 自己 有自己的小團體的次文化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 欸 你能想像 將會25場之後 是沒有慶功宴的嗎 所以 那個是每一個團隊的文化 不一樣對不對 對 結果你們那個晚上都在做什麼 整個都已經封麥了 沒有 因為對二姐來說 她的定義是 她在舞台上封麥之後 她就退休了 所以她就沒有慶功宴這件事情 她就不是藝人 她的定義 所以呢 我們就把二姐送回去飯店休息 然後我們去喝酒 自己去慶祝 對 這一次 將會二姐變素人之後 她的生活 她有跟你聯絡嗎 沒有 基本上 我們回台北坐高鐵 禮拜一晚上回到台北之後 道別的最後一句話 她就說 那最近不要聯絡 我說好 真的喔 真的 怕很傷 也不是 因為她覺得 她如果工作 她不想再看到你 不想再看到我 有壓力 沒有 她覺得最近也沒什麼工作 那沒什麼工作的時候 大家就先沉澱一下 她自己需要放空沉澱一下 所以她最後一句話就跟我說 最近不要聯絡 對 所以每一個劇組 或者是工作團隊 其實他們的文化是不一樣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為什麼有人連慶功酒都不喝 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感情很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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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